大家好 前几天微软释出了最新的内测预览版本 目前的组件号码是21364.1 在这个版本里面 它同时把WSL加上了图形化的一个更新 它称作WSLG 有了这个WSLG以后 我们就可以安装起来它预设里面的一些发布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Linux里面的这些图形的程式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Microsoft Edge 事实上是跑在Debian里面的一个应用程式 然后比如说这个X11的这些应用 也都可以直接在WSL里面执行了 这个是XCluck 后面这边还有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XCluck 另外像这个Gedit 这些程式事实上都是在WSL里面执行起来的图形程式 我们今天就大概来看一下 WSLG要怎么安装 然后这些应用应该要怎么来把它安装并且执行起来 首先我们可以用WSL 然后-list-online 列出所有可以安装的有效发布的清单 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有 Ubuntu Debian Kali Linux 跟OpenSUSE 这几个我们都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就可以把它安装起来 我们同时也可以用这个WSL这个指令 WSL.1XE是预设就放在Windows System32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们可以用-v 来看一下目前我们系统安装的哪一些的发布版本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有用以前的WSL 安装了18.04跟20.04 目前我们后面正在执行的这一个就是Debian 所以看到我目前最有这三个 我们现在就是试着来安装这个Ubuntu 好,那安装的方法就是 WSL-install-d 这个-d就是distribution 分布发行的那个版本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装Ubuntu 好,我们就只要打下这个指令就可以了 这个先前我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它不会再做那些下载的动作 如果你是第一次安装的话 你应该会看到类似这样的画面 我们右边看到这样子 它会跟你讲它目前要安装Windows系统Linux版 然后完成以后它会开始下载故意的应用程式等等 然后再下载Ubuntu 最后它才要求你重新开机 你重新开机以后再重新进来你的Windows Terminal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上面就多了一个Ubuntu的清单 好,我们看一下 它现在要求我输入一个新的使用者 我就输入我的使用者进去 然后要打一个密码 好,这样子我们其实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这个过程当然 顺利很多了,因为先前有问题的 我其实都已经排除过了 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 因为我先前已经有装过WSL2 我就会碰到了一个0x800701bc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去下载 把它切换成预览模式 就是去下载Linux Kernel的update 这一个在微软的网站里面可以下载 执行以后 原来以前不能执行的WSL2就可以执行了 因为有一阵子 因为Windows 10升级的关系 有WSL2会不正常 我没办法执行 这个update做完以后 原先安装的WSL2就可以正常执行了 接着我要进去Ubuntu 结果他又发生说跟我讲档案系统有问题 要输入了DMS1G这个指定查以后 发现就是连接的我有两部外接的USB硬碟 因为有使用Blocker在做加密 结果他就跟我说无法 Ubuntu没有办法挂载起来 我就把那两台硬碟都给关机了以后 然后就可以正常的启动Ubuntu了 所以正常的程序就是这个样子 接着我们就要先做一个动作 就是要先把我们里面的这些套件 全部都先更新 所以要做这个App的update 再回到我们刚刚这一个 要输入密码 已经更新完了 花了一点时间 更新完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安装 我们要用的这些古语的程式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古语的程式可以用 我们这边可以先装个小一点的 Gedit 好,我们把它装起来 接着我们再安装X11的应用程式 好,我们来执行刚刚装起来的几个程式 我们可以装Xcalc 执行Xcalc 再执行Xcalc 再执行Gedit 好,全部把它执行起来 你可以看到这些程式就运行起来了 好,所以 这个WSLG 其实是蛮方便 很简单就可以安装起来 好,如果各位有 安装上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可以再参考 微软在 Github上面的WSLG 这个专案的 这个页面的说明 好,我们今天就介绍了 这个WSLG 的安装跟执行 好,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试看看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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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影片看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